你说这我怎么能答应 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 他必须要我换掉 而且也不能到他们家饭店去做事 你答应了以后家伙我干不行的吗 那个就是我们以后慢慢慢慢的 去做成我妈妈的工作 而且我每次都是为他好 因为他本来就偏胖嘛 我当然去体检 医生说他血脂高 可能他又熬夜 然后又喝酒啊 嚼槟榔这样的 我劝了他不听 我想让阿姨就是一起帮我劝劝他 但是阿姨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要嫌弃我儿子就趁早分手 就你不喜欢他 多的人喜欢他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你这个表情又摇头又又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是夹着两个人之间 我现在是那个是妈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好难哦 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两个 他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 他老是说他妈喜欢我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就以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多 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让他就是了解我嘛 多多了解我 要他带他妈到我工作室来看看 就我是一个上镜的人 是不是 但是他也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对 我当时真的排练 很多学员嘛 还有很多同事都在那里 看着呢 然后他妈基本上就说 这男的女在这干嘛呀 衣服穿那么少 这哪在跳舞啊 这像什么样子啊 你这脸就怼什么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他老年人嘛 他思想不一样 他觉得你们看着 现在我太性感了 他受不了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你的舞蹈 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没有未来 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他吗 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 就系列的矛盾之前 想过的 没想到他妈就是这么反对 妈妈今天来了是吗 来了 上来咱们聊聊啊 到底家里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这么不赞成儿子选的对象 因为我的儿子从小嘛 是我们带大的 我们是做生意的 是不是 儿子我们也谈得很重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 给他找了一个自己的朋友的丫头 是叫小学的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是吧 我也知根知的 他和这个女的谈的时候 他是一个跳舞的 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同意去跳舞的呢 我儿子带我去他的 跳舞的办公室去看 是吧 我推他们一看 哎呀 那个男的呀 女的呀 就是你牵手 我牵手 揉揉抱抱 讲什么呀 不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呢 毒皮都打出来了 那是跳舞吗 拉丁爵士这样 我找儿媳舞 我不会找这种儿媳舞的 我找儿媳舞要找 在家里您照顾我儿子 您做的事 带着小孩就可以了 他跟我儿子一跑到我店里来 说来帮忙 不是看看我们的账 就是收我们的钱 他要是来帮忙的 怎么桌子不收 卫生不搞 怎么就一来就收钱 好像成了这家的 你不是有缘工吗 要他干嘛 我只是偶了收了 因为我去的时候 别人就说买单了 我就收了一下钱 是不是 如果说我图他们家什么 的话我自己现在有经济来源 我自己能独立 我自己开工作室 我图他家什么呀 我就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 有其他事不干 为什么来了就非要收钱呢 他那天 他那天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你一跟他谈 你的神都变了 你从来就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嘛 有什么都可以和我顶嘴 现在还没结婚 你就这样啊 那就姑娘给你顶嘴嘛 阿姨 我很少跟他说话 因为我不喜欢他 你想他 他怎么会照顾你啊 他你还没没进我们家门 你就一直唠唠叨叨叨 就是胖呀 什么什么的 还没来就嫌信你 我不赞成你们的 自然我也不信 他的不信我也不喜欢 你没了解过他 你说他个性怎么样 你现在能说出来吗 你了解过他了吗 我怎么不了解 你没人没和他家来之后 我说什么 你从来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装着光是这么大的 上这么多人的面 你都跟我顶嘴 我不了解吗 就了解了 你都变了 跟他结婚了 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 理解理解理解啊 来来让这 让女孩跟你说两句 来姑娘说两句 去跟阿姨说 阿姨她要我答应那三个条件 我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 现在我沟通也没有用啊 我跟你说 你原来答应 你原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你要是现在答应我三个条件了 我也 为什么呀 她现在都提出 跟我儿子要分手啊 你说分手 八不灵带我们要分手 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 在那里我就 我就走了 我觉得我要分手的 这个女孩就是我喜欢的 就是我从小看到长大的 没问题 阿姨不好意思啊 人家那女孩 知道她俩现在在谈恋爱吗 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听明白了 妈妈心中有一个标准的 儿媳妇 所以我做的 这一年 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任谁的妈妈都会觉得 我是真心对她儿子 对不对 给阿姨买护肤品 就经常去看望她 给阿姨买护肤品 阿姨你高兴吗 这个 收礼还是高兴的 算得分析是分析 是不是啊 一码是一码 收礼还是开心的 但是儿媳妇 东西我烧 但是人我退 是不是这个意思 交朋友可以啊 但是我不容易到我家来做戏 我觉得 这个女生在场上 开口闭口 这是称阿姨 而且女生呢 除了在礼节方面做到了之外 也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事情 但是阿姨 您作为德高望重 这么大年纪 家庭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 应该知书达理 但你开口闭口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甚至说话的时候 也是拿眼睛去撇别人 我认为这很不尊重 不像是您这个年纪应该做出的礼仪 你可以很礼貌地说 我不希望他们俩在一起 总而言之 我不支持 但你不能在台上 对她是这样的态度 你可以反对 这是你的权利 但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姑娘我再问一下 阿姨 我没有看到松动 如果经过我们一般专家的指点之后 还是不能松动 你准备怎么办 只要阿姨能够接受我的话 我当然愿意继续跟她在一起 你如果是我的女儿 我只有一种冲动 马上把你带走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你独立自主 长得也还算不错 为什么要在这儿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 所以姑娘 自己要考虑清 经历老师们怎么说 阿姨 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很不能理解男方父母 在这个场上的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 一个母亲首先是个女人 同时也是父母 她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 别人父母的感受 如果今天是你的父亲 或者是母亲在这 趾高气昂这样对待他 我相信你会很难受的 因为你的儿子没有受到尊重 间接地也没有尊重到别人的父母 做人得要将心比心的 但是你没有 你也是个母亲 你想想她的母亲得有多难受 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 当贼一样绑着 还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 我的女儿不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儿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局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他也比他强 情商也比他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要让就比你而走 再说第二个 任何的婆媳之间关系不好 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男人太弱 如果他独立一点 不做家里的生意 我们自己租房子 妈妈还有什么话可说 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错 父母就是会有错误的 你不用跟他去抵抗嘛 我不做家里的生意了 我自己出去 我跟他担过 不要保护我的女人 但我也不 对我的母亲不尊重 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的儿子 通常一个表面上顺从你听你的话 背后里把你们家的钱 全部烧走了 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 像个敌人一样 你才叫真的到了 八辈子大美了 你想想看吧 这个男生其实挺老实的 他基本几乎被母亲管的已经没有什么能耐了 他很容易碰上那种女生 最后把他们两人一见的一踏步 但如果真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女生 你怎么办 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的儿子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 就找了他 而没有找那样的女人 所以说有些事情上半夜想想 下半夜想一想 妈妈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 其实挺老实的 你无非是下不了台 觉得自己最失败的莫过于自己 一直以来养的儿子 却听了别的女人的话 但我想告诉你 你儿子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台上 对你还唯唯懦懦 那是因为心里有你 跟很多无法无天的儿子比起来 早就带他私奔了 你能拿到怎么样 你能跟他脱离母子关系 所以不要那么决绝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要那么死撑着 否则的话 你是自己把自己 架在火山口 小伙子 你要去成长 成为一个能在家中 立得住的男人 妈妈自然会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的选择 姑娘多少有些气馁 但是没关系 你是一个独立的好姑娘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就像你男朋友说 我都不用问他爱你什么 但你值得仁爱 所以接下来 看你们怎么说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想说的你心里有我 我一辈子听我妈妈的话 成小大大 但这次我真的就想自己做主 我们妈给她找了她想要的 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就如老实说的 我们俩就出去过都行 我们好好的开始好吗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我自己 我觉得你妈妈不同意 你也改变不了 我觉得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结果 我会让你看到希望 看不到结果的 我感觉没有什么幸福 你就是我的幸福 我觉得 我相信我也是你的幸福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来 两位回去吧 稍作考虑啊 请关门 我想问妈妈 刚刚我们三位老师说了 你有改变心意吗 你愿意尊重你的孩子吗 是看着你们几位老师 在这里说是不是啊 对 就是 你如果答应我送你 付付产品 一倍之谈润保湿水 对 一倍之谈润保湿水 说要保湿 就是用一倍之 这个妈妈 其实我们大家 像这么多老师 这么多的智慧人生 他们不会看错的 这个女孩子是个好女孩 只是儿子挑战了您的权威 所以您觉得 儿子喜欢她 不听我的 不行 而并不是因为 这个女孩不好 您能考虑一下吗 大姐 愿意吗 阿姨 不是说明天就结婚了 对 你们这些人也真是 她已经同意了 干嘛逼她说出来呢 不好说是吗 待会她上台祝福不就可以了 哎呀 好吧 其实妈妈不再反对 大家都要 阿姨就说我不赞成 但我也不反对 对 也要台阶下嘛 都是要成长 好了 来 我们请开门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慌了 快去追回来 还在那呢 赶快 我不录了 我去了 你赶快去 加油加油 小伙子 就在那 就在那 变成长 其实刚才在门火上的时候